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今天2022年11月11日 葵青地區匡見中心掌握醫療新鮮事 疫苗與抗疫第27集 今天會和大家重點分享關於65歲或以上長者 接種肺炎求菌疫苗的資訊 方便大家一如以往將我們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的相關資料 連結到我們葵青地區匡見中心的主頁 大家可以在任何搜索引擎輸入葵青地區匡見中心 或我們的英文名,葵青地區匡見中心 到畫面中的中心官網 然後按最新消息 這裡 最新消息 然後滾到下面 就有今天11月11日 肺炎求菌疫苗之多 按進去 我們幫大家截取了總共四份官方資訊的連結 當然也歡迎大家上回衛生防護中心的官網 了解更多和緊貼最新的官方發佈的資訊 首先我們一起看看第一個連結 按進去之後大家就會看到這個單章 資料總共有六頁 一如既往我們也看看更新日期 是衛生署出的更新至今年的7月 然後我們就會跟大家重點去看看 我們關於今次肺炎求菌疫苗有什麼重要資訊 可以和大家分享 一般來說,為什麼長者需要接種肺炎求菌疫苗呢? 雖然肺炎求菌一般只會引起較輕微的病症 例如鼻鬥炎和中醫炎 但它也有可能引致更嚴重甚至致命的侵入性肺炎 求菌疾病,例如入血性肺炎,敗血病,腦膜炎等等 長者患上侵入性肺炎求菌疾病的病情 通常都會較為嚴重 所以接種疫苗對長者尤其重要 政府這個接種計劃也能給65歲或以上的長者 有免費或資助的肺炎求菌疫苗的接種 也很常有朋友問 肺炎求菌疫苗到底我需要打一針還是兩針呢? 如果你是沒有公共風險情況的長者 你亦從未打過肺炎求菌疫苗 你只需要打一劑23架肺炎求菌多糖疫苗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過往已經接種了23架疫苗 或者13架肺炎求菌結合疫苗 就不需要再保重了 簡單來說 如果是65歲或以上的長者 沒有高風險情況 暫時建議只需接種一劑肺炎求菌疫苗 而另一方面 有高風險情況的長者 一般來說就需要接種兩劑的疫苗 如果是從未接種肺炎求菌疫苗 就應該首先接種一劑的13架疫苗 然後一年之後再接種另一劑的23架疫苗 但如果你以往已經打了一劑的23架疫苗 你可以計算日子 在上一劑接種23架疫苗的一年之後 再補接種一劑13架疫苗就可以了 如果你之前打了一劑的13架疫苗 同樣的道理 亦在上一次接種的一年之後 再另外接種一劑23架疫苗 總括而言,如果有高風險情況的長者 一般暫時的建議是接種兩劑肺炎求菌疫苗 朋友又會問,高風險情況是指什麼醫療狀況呢? 我怎樣去識別到底我是不是高風險情況呢? 一般來說,暫時的建議下 高風險情況是包括 以下五個健康情況 例如第一,陳患侵入性肺炎求菌病 腦脊碎液滲漏或裝有人工耳窩 第二,長期心血管疾病 但要留意如果只是高血壓 而沒有併發症便是除外的 肺病、肝病或腎病 第三,新陳代謝疾病 包括糖尿病或肥胖 例如體重指標 即是BMI 30或以上 如果朋友對你的體重身高指標有疑問 都歡迎會員朋友可以來到我們的中心 或附屬中心 現場有身高 磅重也可以即時幫大家計算BMI 體重身高指標 第四,免疫力藥的朋友 因為有些特殊情況 例如冒皮狀 人類免疫力缺乏 病毒病感染 外肢病或癌症 類固醇治療引致 或最後 長期神經系統疾病 引致危及呼吸功能 難以處理呼吸度分泌物 或增加易物入肺風險 或欠缺自我照顧能力 如果朋友對以下的條件或健康情況有疑問 謹記與主診醫護人員或家庭醫生查詢 就著肺炎求菌疫苗 政府在本年度2022至23年的疫苗支助計劃 會支助長者 限合資格的長者 可以接種免費或支助的疫苗 長者可以去以登記參與疫苗支助計劃的私家醫生診所 或政府支助接種每劑肺炎求菌疫苗 在本年度的支助計劃 每劑23個疫苗支助額為港幣400元 而每劑13個疫苗支助額為每劑800元 醫生可能會收取額外的收費 但也有些是不會另外收費的 如果醫生同時參與長者醫療券計劃 老友記可以考慮用你的醫療券 支付接種肺炎求菌疫苗 額外醫生的收費 如果老友記屬於以下的情況 亦可以透過政府防疫注射計劃 在公營診所 免費接種肺炎求菌疫苗 例如一 有高風險情況 例如剛才列舉的五項醫療情況 當然要向自己的主診醫護人員查詢 並在公立診所求診 或屬醫院管理局核下醫院住院病人 或第二 正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簡稱中援或持有有效醫療 費用減免証明書的朋友 大家要謹記 你去接種疫苗的時候 謹記帶回香港居民身份證明文件 以及所有疫苗接種紀錄 例如針卡 或者如果有需要 可能也需要帶回 你的有效醫療費用減免証明書 醫生在提供合適的疫苗之前 都需要看你過往的疫苗接種紀錄 去評估疫苗下接種情況 然後也有很多朋友關心 我們如果打肺炎求菌疫苗 有機會出現什麼不良反應呢? 一般來說 23個疫苗獲證實是安全的 常見的不良反應 例如有注射部位 可能在注射後 短時間內出現輕微的腫脹和疼控 一般我們俗稱的針口反應 但一般大多數會在兩天內自然就會消退 另外也會有機會有發燒 肌肉痛和其他更嚴重的局部反應 不過這些情況就不太常見 而13個疫苗方面 又有機會有什麼不良反應呢? 一般來說 13個疫苗也是獲證實安全的 常見的不良反應都很累緊 包括注射部位 可能在注射後短時間內 出現輕微的腫脹和疼痛 大部分都會在兩天內自己會退 而一些也有機會出現輕微的發燒 疲痛、頭痛、發冷、肌肉疼痛等等 針口位出現嚴重疼痛 或移動手臂困難是非常罕見的 但當然如果大家打針的時候 或打針之後 遇上任何健康情況有疑問的話 請記緊向你的醫護人員查詢 或嚴重情況請緊記 盡早求醫找適切醫療的協助 最後的最後 大家可以拍下衛生署 衛生防護中心 關於這個資料的查詢熱線 2125-2125-2125-2125 或者可以登陸到衛生防護中心的網站 www.chp.gov.hk 看看詳細的資料 他們也持有 健康教育專線 283-0111-2833-0111-2833-0111 大家也歡迎可以去查詢 這就是關於各位老友記 打肺炎求菌疫苗的小冊子 精華資訊 額外可能有其他老友記 關於疫苗方面有其他疑問 我們也摘取了資訊 可以歡迎大家詳細再看其他補充資料 可以去到我們網頁的第二項 肺炎求菌疫苗接種常見問題 更新截至今年9月22日 按進去之後 我們就會來到這個 同樣都是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的官網 肺炎求菌疫苗接種常見問題這個部分 它總共有二十幾條常見的問與答 我們今天也會選出一些精華的部分和大家分享 例如是第二題 到底什麼是肺炎鏈求菌或者肺炎求菌呢? 其實肺炎鏈求菌或者肺炎求菌呢? 是肺炎求菌感染的致病原 它是一種格蘭氏陽性細菌 它是細菌來的 有別於我們現在的新冠 或者季節性流感 那些就是病毒 而我們這個肺炎求菌是病菌來的 這個格蘭氏陽性細菌 這個肺炎求菌呢? 就由多糖組成的格膜 而格膜不同的多糖組合 就會構成不同的血清型肺炎求菌 至今我們發現了 有九十幾種血清型肺炎求菌 有九十幾種類型的 所以例如我們說 十三架、二十三架 其實就是形容著 那個疫苗到底是包含了多少種的血清型 我們一起看看 常見問答第十個 到底二十三架肺炎求菌疫苗 和十三架有什麼分別呢? 除了剛才的血清型含量多寡之外 例如二十三架就是二十三種 十三架就是十三種 另外臨床研究方面 十三架疫苗是有效 預防侵入性肺炎求菌病 和肺炎求菌引致的非侵入性肺炎 但是研究方面就指出 如果二十三架疫苗 可以預防侵入性肺炎求菌病 但是對於預防肺炎求菌引致的 非侵入性肺炎的效能 就是微如理想的 所以臨床效果上也有少少分別 大家可以多了解一下 鑑於我們疫情 或者我們疫苗之在計劃 其實同時也有季節性流感疫苗 都希望推廣給大家 身體健康的情況下 都盡快去接種 於是大家可能有疑問 我現在想去接種肺炎求菌疫苗 亦是符合政府資助的範圍 但是我和其他疫苗 能不能同一天或一同去接種呢? 如果是說 季節性流感疫苗和肺炎求菌疫苗 一般來說 是可以一同去注射 一同去注射 但是醫護人員會幫大家安排 是用不同針筒 在不同的部位去注射 而長者 我們也鼓勵他們 除了接種流感疫苗之外 肺炎求菌疫苗 如果身體情況合適的情況下 都去接種 因為計劃性細菌性肺炎 導致流感患者發病和死亡的重要原因 而一項本地的研究也顯示 如果長者同時接種了流感疫苗和肺炎求菌疫苗 可以減低長者入院和死亡的機會 而另一方面 肺炎求菌疫苗 亦可以與新冠疫苗同時接種 在大家的知情同意下 新冠疫苗可以與肺炎求菌疫苗同時 之前或之後的任何時間去接種 那會否有些朋友可能 未必適合接種肺炎求菌疫苗呢? 如果你曾在接種肺炎求菌疫苗後 或對疫苗的成分 或含有白猴雷毒素的疫苗出現嚴重講問反應 即便不應繼續接種 或可以向你的主診醫護人員了解更多 如果在雨日接種當日覺得不舒服 還可否繼續打疫苗呢? 一般來說 患上輕微疾病 例如上呼吸度感染 並非接種肺炎求菌疫苗的禁忌症 但如果你有疑問 可以等病症消退後才接種疫苗 當然啦 如果有疑問 或想重新確認了解更多 歡迎向你的主診醫護人員查詢 剛才我們小拆子方面提過 如果是高風險的長者 都需要打兩針的肺炎求菌疫苗 如果是非高風險的類別 就要打一針 但如果長者不太記得 之前有沒有打過肺炎求菌疫苗 或者也不太記得自己打過哪一類型的疫苗呢? 我們鼓勵他也嘗試在家裡找一找 會不會找得回他的接種紀錄 即我們俗稱的針卡 或者如果真的找不到 都可以嘗試去回自己看開的家庭醫生 或者之前接種疫苗的診所 嘗試去問問追查自己的疫苗接種紀錄 如果假設都未能成功 盡量都要回憶一下 看看會不會想得起相關的資料 以便都能夠將資訊大部分 或者全面一點 可以跟到 未來為你接種疫苗的醫生都說一說聲 變成主診的醫護人員都能夠有效地評估 也提供到合適的疫苗給你了 常見問答 我們就抽取了一部分 和大家作為一個重點的分享 但也鼓勵大家可以詳細看其他內容 然後就到實際操作 到底可以哪裏接種的部分 我們可以去到網頁連結的第三個資料 按進去之後就看到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 關於疫苗接種計劃的主頁 大家謹記留意 我們需要鍵到右手邊 肺炎求菌疫苗的部分 然後就是各項計劃詳情 按進去 我們看到頭三項 是與肺炎求菌疫苗的接種相關的 例如政府防疫注射計劃 一般來說 這個適用於65歲或以上 符合資格免費接種肺炎求菌疫苗的長者 一般只是政府核下接種場地 我們放大一點給大家看看 它有個列表 分別有四個合資格組別的朋友 紅色左手邊的部分 和右手邊的部分 就是相對應的主要服務提供者 舉個例子 在第一方面 如果居住於社區 即是非軟舍的長者 居住於社區 而有高風險情況 並且是公立診所求診的長者 並且他是香港的居民 他就可以向他求診或覆診的部門 例如一些衛生處長者健康中心 或醫院管理局專科門診診所 或選定的普通科門診 向醫護人員查詢 軟舍方面 居於安劳軟舍 和65歲以上居於殘疾人士軟舍的人士 也可以免費接種 一劑13架肺炎球菌結合疫苗 和一劑23架肺炎球菌多糖疫苗 詳細情況亦鼓勵 向軟舍的職員查詢 最後是第三個疫苗支助計劃 一般來說 這是範指透過私家醫生參與協作 為合資格香港居民提供支助的接種 歸至性流感疫苗和肺炎球菌疫苗的計劃 就是剛才提到的 政府會給定額的支助額給服務提供者 有機會扣除支助額後 醫生可能收取額外費用 可能很多朋友都關心 到底可以怎樣知道 例如自己看的家庭醫生 會不會有參與這個計劃 有這個服務提供呢? 我們一起去看看 便利大家 我們亦把服務提供者的名單 或者搜尋的連結 放在資料第四點 按進去之後 大家就會看到 醫健通已登記醫療服務提供者名單 這個版面 然後我們就可以錄到下面 我們在醫護專頁類別 選西醫 在旁邊 計劃方便 可以選擇23架肺炎球菌多糖疫苗 和13架肺炎球菌結合疫苗 當然也按著各個身體的情況或需要 大家可以剔走相應的選項 然後地區方面 因為都知道可能聽我們的直播 多數都是我們的會員朋友 我們做例子就選擇葵青區 然後按搜尋 然後按搜尋 我們看到單單在我們這個區域 有提供肺炎球菌疫苗 都有75個結果 我們就可以一起去看看 分別由左至右 有服務提供者的姓名 他執業地址 連絡電話等等 亦都有 最右手邊 服務收費分別有23架 23VPPV 就是23架肺炎球菌疫苗 再過一行 右手邊 最右手邊就是PCV13 就是13架肺炎球菌疫苗 大家要留意一下 未必每一個服務提供者 都有存有兩種疫苗 可能他們只有存有 隨便一種 或者兩種都有存 所以大家謹記 查詢之前都要留意一下 還有他們也有 扣除政府定額之助額之後 有沒有機會的額外收費 大家可以參考服務費用 也可以找自己看開的家庭醫生 去做接種 同時中間這個部分 亦都顯示了 該服務提供者 會不會接受醫療券 這個可能也是大家 其中一個的考慮因素 希望這個資料 能夠幫到大家 可以找到一些 有需要的服務 更加便利 今天的分享 就大致是這麼多 希望會幫到大家 歡迎大家追蹤留言 讚好我們的Facebook 並且將今天的資訊 轉發給身邊有需要的 老友記和朋友仔 在疫情期間 我們攜清地區看見中心 掌握醫療新鮮事 會繼續支援各位大人小朋友 下次見